已故中共保守派元老陈云的女儿陈伟华 最近接受媒体专访时 斥责腐败分子和叛徒没有两样 近期不断有中共前领导人或太子党高调评论时政 包括朱镕基出书 胡耀邦儿子胡德平批索 邓小平女儿邓林举办画展等 学者认为十八大前夕 中共各路人马都想影响政局 中国青年报9月5号发表陈云女儿陈伟华的专访 读懂父亲 他提到胡锦涛期讲话中136处讲到人民 陈伟华说违背了为人民服务 党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 陈伟华1982年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 任职国家人事部 后来调到广电部搞整党 85年回到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 担任历史教师 承认北京市两届政协委员 陈伟华说 腐败分子和叛徒没有两样 在战争年代 叛徒为了自己苟且偷生 没有经受住考验 现在的腐败分子性质和他们一样 就是只想到自己 没有想到人民群众 是党内的败类 那个贪污腐败是谁造成的呢 是共产党官员造成的 是这些大佬们啊 陈云啊 邓小平啊 这批人呢 所败下来的 他们是统治下的 下面这些子军后代 贪污腐败 陈云的子女出来讲话 他为什么不去提醒 他的弟弟 他的哥哥 陈云呢 陈云共有五名子女 长子陈云 现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女儿陈小丹 目前就读美国哈佛大学 近年在国外的 名园舞会相当活跃 2006年巴黎克里翁 名园舞会上 陈小丹引压全场 今年2月 陈小丹与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的儿子 薄瓜瓜传出恋情 两人同游西藏 表现亲密 随行有多辆警车 叫车伺候 薄熙来近年来 发动唱红打黑运动 而博士家族却腐败惊人 陈云的幼子陈芳 任广东中山实业公司经理 长女陈伟丽 曾任中创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中志集团总经理 现任浙江省爱新事业基金会理事长 都涉及经济丑闻 幼女陈伟兰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陈云1956年 任党中央副主席地位曾在邓小平之上 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 文革后复出 位列八大元老 地位仅次于邓 陈云主张乌龙经济 就是有限度的开放市场 被视为保守派代表人物 与邓的开放路线对立 89年64前夕 在陈云以先念联手提名和邓小平的支持下 江泽民当上总书记 92年邓小平南巡 点明想废位反对改革的江泽民 但在陈云薄一波的反对下作罢 香港东向杂志披露 江为保住总书记之位 曾命贾庆林花三亿元 打造香满钻石的金马 送给陈云助寿 操办者正式远华走私案主犯 赖昌星 陈云左派87年 发动批判胡耀邦的反自由化运动 最近 在一百多名改革派精英参加的北京座谈会上 胡耀邦儿子胡德平高调批评左倾 否定文革 中国青年报也做了报道 党内一直有为胡耀邦平反的呼声 就在此时 陈云的女儿陈伟华出来带父亲说话 9月12号 邓小平的长女邓林也出面举办个人画展 不过没有官员剪彩之词 而最近朱镕基讲话实录在全国出版发行 也引起争议 外界分析指出 现任中共领导层主要分为胡温派系和上海帮江系 自从江泽民病危及病死的消息传出以来 太子党和各路人马出来说话 也是为了选择站位 不排除两大派系斗争激化 导致大事变的可能性 新唐人记者刘慧 李元翰 萧妍采访报道 两 pow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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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